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西土來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們 身邊嘉賓是Rafi在跟我們聊天 Rafi 你好 你好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好嗎 林先生在旁邊 你好 麻煩你 你好 林先生 是 我想了解941 現在還有沒有水位可以拿溫多少 好 有貨的 中移動方面去到110元左右的水平 現在回到1%了 都很貴了是不是 Rafi 要買是不是都要等一等 始終現在市房好像都要回調整 當然以81元來計算 股價上就好像很高 但是股值上看 其實我覺得就不算太貴 變相都可以考慮找去買 但是當然你說是不是現階段立即就買 幾同意一點 市況來看似乎都在反覆 我相信有機會對中移動來說 可能都會是這次再落多一點 所以給多一點耐性先看一看 特別以技術面上講 其實經過這一陣的調整 特別今天在下市之後 其實一來就很少這樣看就要補回前四月份的上升裂口 但是補完之後究竟會是再下市還是會反彈 這個成為一個關鍵 所以你可以暫時先看著大概109元這個位置 如果接下來109元是能夠站著跌不穿的 我覺得你才考慮在這些位置上車 到時來說還是等它再破118元樓上才找到它沽 但相反如果接下來109元叫做保館跌口之後 都再穿下去的話 或者到時的市場還是逆轉的話 我相信就不要這麼急去上車 反而到時來算 真的看看大概50天線 106元附近究竟有沒有支持 如果有的才再做一步考慮 林先生有沒有其他事想問 OK 麻煩 好 謝謝你 先謝謝林先生的電話 下一位我們有黃小姐 我想希望三八九八要幾週次買 好 打算買一隻藍車時代 三八九八的 暫時來說回到2%去到60.1的水平 會否說都可以博得過 始終見到基建鐵路相關的股份 最近都調整了很多 如果要選擇的話 可否選擇這一隻 當然要選擇的話 我覺得這一隻當然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始終不斷說了很多次 就是基本面都是強 但問題就是價格 始終我覺得現階段 雖然你說落回60元邊 跟前75元高位比 其實的確回到幅度也不少 變相這樣去看好像挺直播 但如果以即市的勢頭來說 我相信還有機會是稍微下市多少的水位 特別一來就以計算編上看 隨著昨天的跌勢開始 都叫做跌穿了10天20天的平均線 基本上今天再做一步跌離 而且回到孤雅上說 都未見到太有過大的縮減 而且回走光看 更加慢慢叫下來之下 想嘗試穿了大概59元邊 如果未來年59元邊的位置都失手了的話 變相這個圓頂格局其實初步是完成了 變相如果以後真的穿59元的話 我相信股價其實還有下市一零壓力在 所以我覺得暫時你可以看著59元邊的大位先 能夠站得住的話跌不穿的 我覺得你才考慮購入 如果穿了的話 反而我覺得下一步過支撤位 看看大概53元邊的附近 才做回購入的考慮 好 先謝謝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下一位是李小姐 薇薇 你好 李小姐 請問我今早13.56元買了2.2美工會不會 我想問因為我聽到他好像說昨天那個業績好 我看到是低位 所以想著不用怕 我想問你他是不是如果再跌到10元再交貨 2.282美工會不會是嗎 是的 OK 其實我今天低位見到是15元 你說13元多有貨 就了解前景先 因為剛剛來講就是昨天出了那個季跡 好過市場預期也有大行唱好它 就好像例如大和和巴克內金 也都調升了目標價 就看到15.6元左右 美工門方面 暫時股價今天要回到2%左右 去到15.14元 如何部署後市的情況呢 當然如果以往季跡上講 其實就真的叫做負入預期 令到各個大行都看得比較理想之下 股價這幾天都做好一點 但當然你說以往整體上看 其實是否沒有一個隱憂呢 我覺得其實又不是 因為其實為什麼說季跡叫做OK 或者叫負入預期呢 一來其實今年回來 大家的預期看得比較低 因為預了是頑皮的 變相預期設定低 自然出來的結果不是太大出入 已經叫做負入預期 但不等於一頁真的好 因為如果以往季跡裡面說 特別是貴賓廳收入的表現來看 其實按年都跌得比較明顯 跌成4.6元 連中場其實大家本身覺得 都可以保持得到那些 他都是跌了按年跌1.4元 反正表現我覺得不算太過良麗 所以你說現階段來看 如果本身收入上有貨的話 當然我覺得你說整體累積跌幅這麼大 不排除短期有機會是 可能只是打彈的 但我不要太多或太貪注 因為我自己覺得 未必會有太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整體整個博彩業的前景 其實都相信不用多說 特別是博彩收入來看 其實還是頑皮的 而且這一刻來講 很多大陸開始猜 就算連連中打後 慢慢連一些個別新賭場 落成去開幕也好 其實對整個博彩的表現 可能都未必太有大的幫助 所以還是要時間去觀察 所以現階段來看 如果你本身收入上有貨是美高煤的話 你短期我一看能夠破到 如果破得到 你才以大概16.3樓上做短期目標 但如果破不到 我建議在那些位置先吃戶 而下面比較關鍵的 就是之前這下的低位 大概是14.5 我覺得看看這些位置 能不能夠站得住 如果站不住 我建議考慮先行離場會比較好一點 好的 多謝先來李小姐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要聽下一位 就是張小姐 你好 是呀 張小姐 好 張小姐 你問誰729或686這個股份 是 張小姐 Hello 是 想問什麼股份 是 你說吧 喂喂 Hello 是 你說吧 你想問什麼股份 好 我是不是問729的 喂 聽到嗎 是 張小姐 聽到嗎 喂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我現在有一次問你了 我收線了 我先問一下 剛才問一下 是 問哪一隻 麻煩你 729和686 請問 好像729那樣的股份 應該是 我會大約過三度買 以前 這個情況 還要不要再等下才股份 還是怎樣 好啊 先看回編號729 五龍電動車 最近世不可黨 不斷衝上來 很多支洋竹 但今天就有明顯的回吐 跌回6% 再優去到8毫子的水平 不過跟馬上的過三度 還差一點距離 他就說怎樣部署好呢 可否再等一等性 還是減一半磅 始終這陣子強勢 很多刀花 正常的回吐都要的 我覺得你可以減少少少 但當然你說 以價格來說 其實都捱了這麼久 之前下過三四毫子 變相你都未走的話 雖然近期升得很多 但的確說真的 很難一下子回到過三買入價 所以變相今天借勢做回吐 其實都正常的 而且以走勢來說 似乎在8毫子的阻力 其實都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你接下來看一看 短期看看大概7毫半這邊位 有沒有過支持 如果守得住的 我覺得你按摩不動 繼續拿著它 如果7毫半只守不住的話 我多建議 就算你不想走也好 真的先走一半 一半只虧了 只剩下一半 看看有沒有機會 踏上去 考慮去到才吃糊 變相暫時來計 叫做看著7毫半的大關 守不住的考慮先減一半 好 還有一隻 686聯合光伏 張小姐是否想問另一隻 好 不要緊了 電話咬了 不要緊了 或者如果他有需要 我們可以再接聽他的電話 或者email 節目時間到這裡 麻煩你Rafi 先講這麼多股份 你有沒有說哪隻 也沒有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